鹅肉 蜂蜜 野生山药 各种水果 看起来已经齐备 可是两位大哥 不开始料理食材 竟然忙着挖起了土坑 这是为什么呢 大哥 咱不是做菜吗 怎么还挖起土来了 不是烤的吗 所以咱们这灶 其实就是现挖的坑 对 我们是天然烤箱 带着泥土芬芳 这是给这烤箱 垒了一个壁起来是吧 对 好机智啊 养蜂人起早贪黑 风餐露宿 越是人烟罕至的地方 越是养蜂的好去处 日子久了 养蜂人不断积累着 就地取材的生活智慧 在曾大哥挖土坑的时候 杨大哥开始制作 鹅肉美食的配料 小米辣 洋葱 姜 连腿腌一下 去去腥味 咱们这鹅个头还挺大 是 就等着一年你们回来一起吃 有什么好东西都等他们回来才吃 都留着舍不得 还挺香的这个料 像在东北那边或者说离家比较远的 也会想家里边的一些味道 我们都是带了一点 带辣肉啊 酸肉带辣 酸肉也带 泡椒 贵州人到哪都得来点辣 对 带点米酒 酒 一提酒大哥就开始笑 洋葱 辣椒 香菜都塞到鹅肚子里进行腌制 减轻鹅肉的腥味 腌制的时间里 味道调查员要跟大姐制作黄糯米饭 黄糯米饭是当地人重大日子 必不可少的传统美味 这个锅里头干什么呀现在 等一下要蒸糯米饭呀 咱们是说要吃黄糯米饭是吗 对呀 煮水之后来来泡我们糯米饭来吃 就自然的染色剂 这个小花当地人叫黄饭花 是马前科醉于草鼠植物密蒙花的别名 是黄糯米饭必不可少的灵魂 通过泡制黄饭花 它的颜色会融入到水中 再泡糯米 米就有了金黄色 蒸好的黄糯米饭 有着金灿灿的颜值 和清香的植物香气 鹅来了啊 上烤架 上烤架 我们的零食小烤炉 想不想快点吃到这些鹅肉 好香呀 腌料的香味很浓 这大只鹅得烤要一会儿功夫 烤了一两个小时 你看这油再往下滴 油太多了 我们这鹅养得太肥了 把小板凳子过来 就等着这鹅肉熟是吧 爸爸 他才多大呀 两岁 你走的时候他才半岁 那时候不认识你 那天视频 视频里认识的爸爸 所以看到孩子成长的一些 瞬间是从手机里面 对 记录下来的 都是在手机里面看到的 丑阿贝 丑阿贝 你在失眠睡 腌制后的鹅肉上架 在挖的土坑上烤制 鹅肉越来越紧实 多余油脂也慢慢地烤出来 在不断地翻转中 鹅肉的香味越来越浓郁 在旷野中诱惑着人们原始的食欲 这时候吃上一口甜糯的蒸野生山药 真是非常满足 野生山药配蜂蜜 软糯糯的山药 咱们在外边是都这么吃吗 对 原汁原味 吃起来跟蜜鼠一样的口感 你要这么大一个 少一点料蜂蜜水 蜂蜜对了红醋 还加了一些姜蒜 对 蜂蜜小燕熄 好 翻面 这样颜色就会更漂亮 有点上色了 当鹅肉表皮发黄时 就要开始刷蜂蜜 红醋 姜蒜 调制而成的蜂蜜水 蜂蜜水不仅为鹅肉提供甜香的滋味 同时为鹅肉换上更加亮丽的外衣 有了蜂蜜水的加入 烤鹅就会金黄诱人 皮脆肉嫩 我ata记得 黄料到蜜水